本章主要分享的是 微信行销友和不同系列期 讲的是汽车页 那他们最常用的就是所谓的 极致、极战、一起来 跟一起求救 或者我们讲的限量求救 那举个例子来讲 假设P来讲 你今天要让人家去极致 那这个东西通常人家最常用的 就是所谓的微信里面的漂流屏 那每个屏里面有几个字 那重点你要集成20个字 那就可以送大奖 那这20个字组起来到时候 当然还是会有一个动作 去把它组起来要整串 那有没有可能说 这20个字很多人都收集不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讲的就是分工 分工的话其实讲的就是求救 不然就是用站来换 就是站的次数越多 那搞不好就会有机会 所以我们可能是5个旧朋友来换 或者5个新朋友来一起理 然后再来有可能 因为基本上来讲 它因为有时间的因素 所以它可以是5个阶段 还要加一点难度 就是要答问题闯关 然后到最后才可以答大奖 对不对 然后再来因为它本身有地缘的特性 所以我们在卖汽车的时候 其实汽车它就是一种方便性 可能我们会有一个经销点的问题 或者我们会有过五关 去过五个地方的问题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结合 所谓的二维条码 或者QR Code的方式 然后去达到极致的效果 也就是说你有去过这个地方 有点类似闯关盖印章的味道 甚至我们可以说 如果说站可以管理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来30天 站30次 那顺便要问问题 这个站才是有效的 又或者说我们今天邀朋友一起来玩 又或者说我们今天 当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有三个求救 那也可以获奖 那这三个的话 那当然就是所谓的新朋友的部分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行销组合的问题 所以在微信行销 它有非常大的空间 有非常有趣的一个 我们今天讲的活动 跟促销组合的运用方式 各位一定要善用这种能力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毅 我是文小丽的共同作者 谢谢